跳舞 英國人也來 黑人也來 大家來跳一跳 快樂 快樂就是一個道德善良的快樂 跳完以後吃素 那多快樂 或者不只我們後面有人拿著蛇 有人牽一隻牛 要準備放生 後面還撒飼料 用海鴻跟著來 所以後面還拿著便當 邊走邊發 素食的喔 Wiccan 然後就請大家吃 佛教要如此啊 對不對 一定要融入於社會 讓大家快樂 讓很多人來參與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麻煩各位都要想到 來 回家上所有的印度人 所有的印度教徒 所有印度人往生者 英國人往生者 華人往生者 各種人類往生者 同德歸一 法民英德 同來受戒 同享功德 同生淨土 好 希望大家不管你做什麼功德 為眾生多念一遍 包括你的父母主 為眾生多念一遍 這是對他最好的方法 那我們得到戒體了 他現在就要慈戒 好不好 那我們學佛是學什麼 就是這句話最重要 如諸佛 我們學佛都要這個 如諸佛 佛怎麼想我怎麼想 不要你自己的想法 佛叫我們不要生氣我就不生氣 佛叫我要悲心我就要悲心 佛叫我包容我就要包容 佛叫我忍辱我就要忍辱 佛叫我布施我就布施 這個才是佛弟子 千萬不要用自己的思想去批判佛教 去批判佛陀 去做裁判 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因為你要相信你還沒有成佛 所以我們要歸命於佛陀 用佛陀的思想來做事情 凡是要有佛陀的究竟的這種圓滿的心態 去看待事情 不要用膚淺的心態去看事情 所以這個詞戒是如諸佛這樣做 所以我這樣做 好 大家請起立 不但我們受戒 經典說天上的神 只要有人間有人在正式受戒 甚至有比丘在傳戒 天神都會跑來受戒 因為天神受了戒 他就不會再墮落三惡道 升更高的天 甚至滿願願往生淨土 馬上就往生淨土 修羅道也一樣 所以何況三惡道 他們能夠歸 然後回向給他 他也能夠離苦 那我們所做的功德 慈戒的功德 站在菩薩道 都不是為了自己 回向所有眾生 回向自己找成佛 好不好 生命唯一的意義跟目標 是什麼 成佛 我覺得少林是這一尊佛像畫的 好不好 像真的 我每次坐在這邊 然後他們在攝影 我就回去看袋子 這個佛像好現代化 好新鮮 所以這樣一尊佛像就很莊嚴 你家有沒有牆壁 你也可以畫一尊 那旁邊給他畫極樂世界 這邊畫藥師佛世界 對不對 不然就畫放生吃素 我點燈這些功德來供養佛 那這樣就可以了 很莊嚴 所以我們這樣來回向 來一起念 我持戒情 莊嚴其心 令心喜悅 光修一切相應盛行 求成佛國 就盡圓滿 我也是 這句話很重要 我們守任何戒律 就是要圓滿我們的菩提心 清淨心 空性 悲心 圓滿菩提心 讓內心乏起充滿 各位現在快不快樂 快樂 有錢快樂 沒錢也快樂 對不對 有老公快樂 沒有更快樂 什麼都快樂 因為佛法的快樂 超過世間的一切快樂 這個就是處理性 如果你學佛了 還想要追求一種世間的傲慢 漂亮 別人尊重 佛法的力量對你就太小了 因為你沒有信心 如果你有佛法的信心 這個什麼皇帝 貴妃 什麼享受 就像我們英國有一個 只愛美人 不愛江山 對不對 你要說只愛佛法 不是不愛錢 錢不是我的 我是拿去布施 各位 所以要莊嚴其心 令心喜悅 然後廣修一切相應盛行 所以各位要多忏悔 念經 持咒 放生 點燈 就是利用八萬災節那天 多去做善事 用菩提心的去幫助這個社會 然後目的呢 求成佛果 究竟圓滿 所以回向給眾生 然後我們也回向所有往生者 像我這個墮胎排位 永遠放在這邊 外面我們也寫了很多往生排位 包括各位要觀想中國境內 英國境內 世界各地 所有人類亡魂 動物亡魂 我們要天天給他回向 雖然我們吃素 但是吃素是你個人的善業 你要天天回向被殺的動物 那才叫悲心 也回向給人類 希望他們那天也可以聽聞佛法 至少消除他身上的這些業 好 大家請坐一下 那各位馬上把這個功德 向著你的家人事業 你相信好了 剛剛講佛法無邊 不要擔心世間的事情 不要被世間的這些瘋瘋瘋瘋瘋 卡到你的心 好不好 因為這些世間的瘋瘋瘋瘋瘋 是我們來消業障 無所謂 消完業障 它是我們不斷地為他們念佛 我們廣修功德 除了念佛 以念佛為正行廣修功德 大家平常會點燈 放生 懺悔 幫助老人 我來英國最喜歡餵海鷗 餵鳥 餵鳥 這次到西班牙葡萄牙 我發現他們那個螞蟻也又黑又大 整顆米都搬走了 麵包 整個西班牙都是像沙漠地區 都是一些大螞蟻 到處可以去幫助他們 海裡面的路邊的螞蟻 所以當然我們為了所有要 要小心 要如何符合環保 盡力去做 所以各位念觀音菩薩 你要相信觀音菩薩 會不會救苦救難 廣大靈感 就像各位念阿彌陀佛 眾生聽到阿彌陀佛就會脫離善惡道 願往生極度世界 會不會馬上去 會 特別我們今天慈皆的功德 佛陀的加持 地藏王菩薩的加持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力量它就可以得到超度 不要煩惱好不好 煩惱來了 趕快念觀音菩薩 在佛前點個燈念觀音菩薩 然後事情就圓滿 觀音菩薩不可思議 因為你不煩惱平靜 你才會開智慧 做事才會有效率 你才能夠圓滿各種事情 所以各位每天 處理世間的事情 多念觀音菩薩 相信觀音菩薩 觀音菩薩不可思議 解救一切人心的問題 世間的苦難 然後呢 想到往生的問題 想到未來是多念阿彌陀佛 所以我們在寺廟的早上念觀音菩薩 晚上懺悔念阿彌陀佛 成為一個日常生活的習慣 簡單的說 擔心來了 煩惱來了 壓力來了 不要讓它打到 趕快念觀音菩薩 這樣就好了 觀音菩薩 能夠融入於我們的心 讓我們的心沒煩惱 能夠消除外界的所有的苦難 可以滿一切怨 各位這就是信仰的力量 所以一個人修行 而不是說 你修得很好修得不好 而是你的相信 願力夠不夠 你相信 你的願都是希望世間好 雖然我是一隻小小的螞蟻 但是我希望英國倫敦非常好 然後我來念觀音菩薩 觀音菩薩 力量就來了 對整個倫敦世界了 所以你在報紙上所看到的 任何一件事情 不圓滿了 哎呀他們也有衝突了 希望他們談判成功了 希望兩邊和諧了 希望世界和平了 那這個時候你就一定要念觀音菩薩 因為憑你一個人哪有力量 但是佛的力量大不大 法力無邊 各位要有這個信心 這個相信 然後你來念誦 對整個世界就有幫助 不然你在批評這個世界 煩惱這個世界 擔心這個世界 反而給這個世界一個負面的能量 了解嗎 你越擔心你兒子他越不好 記住我這句話 你越擔心他就越害他 哎呀爸爸生病怎麼辦 爸爸生病怎麼辦 你沒有給他正能量 你給他擔心的力量 這樣不好 所以你碰到一個煩惱的擔心 你趕快念觀音菩薩 念要是佛 你要念金剛經都可以 好 所以各位要學習跟佛講話 你只要一合掌跟佛再講話 佛有沒有聽到 佛比手機還厲害啊 對不對 你一點都不要懷疑啊 你心情不好 你跟觀音菩薩講話 觀音菩薩一定聽到 不然他怎麼叫觀世音呢 所以各位你要有這個信仰的力量 所以要讓自己的心跟世界 法界眾生 心佛眾生合為一體 修行要修這個廣大心態 好不好 修行人的特色不在於 他懂多少次讀多少經 而是他的心量廣大 所以他才有修行的意義嘛 如果他的心量很狹隘 很自私很嫉妒 很分別心 代表這個人沒有修行 所以各位以後你要考驗 很多人說師父要去哪裡找善知識啊 我說你看看嘛 你罵他兩句看他怎麼說吧 當他被一點點傷害攻擊 他都笑笑 你要慢慢觀察他 這個人是不是修行人 是他的心態 而不是他懂很多 然後到時候他很愛錢 他很愛生氣 他嫉妒性 這個就不是善知識了 你跟他在一起學 你就會被他一個傳承 造為不好的煩惱 我想修行部分在家出家 就是那種心量廣大 承受一切 了解一切 幫助一切 如佛的心快不快樂 你的兒子又不聽話 你不要煩惱啊 老公不聽話 你這個就是製造不好的 你趕快 心清淨了 觀音菩薩加持你 你就有智慧去處理這個事情 好不好 這個就是佛法 你千萬不要說我沒能力 如果你一直想要用你的方法去解決事情 你已經弄得很亂七八糟了 你就不要再去這樣處理 你要用佛的方法 因為你是佛教徒 佛的力量會展現在你的身上 佛的智慧會加持你 你自然把那個事情做得非常非常的圓滿 本來這個事情 世間就是痛苦的 但是好在我們皈依三寶 你要真皈依不要假皈依 好不好 特別各位今天有此戒 哇這個戒的力量加上佛的力量 你想什麼都滿願 好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這是台所聽到的叫法 進入您的心 改變您的生活 幫助這個世界 護持帳號 1996-5232 1996-5232 護民生命文化基金會 海陀佛 海陀法師紅髮行程 1月14號至1月17號 新加坡紅髮之旅 1月15號星期三 上午8點半 新加坡九華山報恩寺八關災戒 1月16號星期四 地藏菩薩殊聖功德日 善行余惡行程一億倍 上午10點 新加坡九華山報恩寺 彌陀祈福消災超見法會 1月17號星期五 兼斋菩薩聖誕 念儒聖納佛 大師至菩薩 持斋儲罪一千劫 上午九點半至下午三點半 新加坡佛教生命協會 護生祭慈悲講座 1月18號星期六 念地藏菩薩 獨聖納佛 持摘儲罪一千劫 下午1點 印尼巴旦島護生 1月19號星期日 蓮花生大師殊聖功德日 山西余惡行程十萬倍 上午九點 印尼巴旦島磁海禪寺 年尾大蒙山超度法會 1月21號星期二 下午三點至六點半 新加坡光懷活動 新加坡光懷活動 1月25號星期六 弥勒菩薩聖誕 念定光如來 持摘儲罪四十節 等持如來殊聖功德日 山西雲二行程一百倍 原始天尊萬歲 上午十點半橋被怨死 博相開光 新春開始 下午六點 新北市家禽運銷合作社 點萬燈共萬水 護生祭慈悲十時 聯絡電話 02-2951-0565 1月26日